好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然後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阿倫在那一位開箱 沒有錯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大家看到比較不一樣 至於我所在的地方是哪裡呢 直接會跟大家來揭曉 然後今天要開一個箱 開一個什麼箱呢 其實就是我受到邀請呢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跟其他YouTube交換禮物的一個活動 然後這次的活動的主題是 除舊不新 對 除舊不新就是你把一些 我們可能以前的 找到一些比較舊的東西 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包成一箱 然後送給另外一位創作者 這次參與的我記得好像有滿多人的 然後我所準備的東西呢 我是寄給那個貼妞跟婷婷他們那個頻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至於我收到的是什麼呢 華洋優質搬家 這不是在幫他們打廣告 是我收到的時候它就是一個搬家公司的紙箱 然後跟我交換禮物的是 無賣的 零零 零零 對 然後至於它寄了什麼東西給我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開箱看看吧 它包得其實滿好的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 有一張 有一封信 這邊有寫說 我是好東西 因為可能是除舊不新有兩個種類嘛 然後就是分別就是把一些本來舊的東西 還有你新買的東西 因為象徵新年新希望 這也算是一個新年的特別的活動吧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 氣泡什麼 各種配 哇 它裡面有好多東西喔 天啊 首先我們印度遠年的是這一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像是一個那種 繞在薄圍上面的那個枕頭 但它很特別的是它上面還有一個這個 像帽子一樣的東西 這算是除舊還是不新 這應該是新的吧 不然舊的用起來也是滿怪的 人家睡過的東西 然後它這個就是像這樣子你就可以用 然後你還可以 這樣蓋起來你就可以 不受到光線的阻礙 你就可以好好的睡個覺了 是 應該是這樣使用的吧 等一下有點熱啊 但這感覺還滿使用的 我覺得還不錯 OK 那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這個不能亂陪 這個是人家送的東西 我們要好好的放好了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東西是什麼 是有點重量喔 然後它包得好好 剛剛我差一點就把它陪出去 不過呢 我們來打開來看一下是什麼 我剛剛嚇一跳 我剛剛嚇一跳 打開的瞬間大家看一下喔 注意不要嚇到了 這什麼東西啊 這該不會是三圓的臉吧 看起來有點像三圓 以讓在以讓這些東西用不到 根本就用不到 丟旁邊 然後 它裡面還有 一隻猴子 它這是IKEA的猴子吧 對 沒錯是IKEA的 IKEA的猴子 有一隻猴子在裡面 對 像我現在住在飯店裡面的時候 有猴子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呢 沒錯 然後除了這隻 還有一隻恐龍 它這是那個嗎 哥吉拉大戰金剛的一個概念嗎 就是那種 噔噔噔噔 不錯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這真的是偶爾在家裡面可以玩 而且它這個猴子的是可以 手是可以黏起來的 對 它可以拜拜喔 你看 果然很應景有沒有 拜拜 喔 還不錯耶 這是那種 居家陪伴小夥伴的那種感覺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把它放在床上 感覺還滿不錯的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它這邊還有一張小卡片 然後裡面的東西還沒有解除 我這邊有寫一個卡片寫給阿倫 然後呢 這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眼罩 它是很怕我睡眠睡不好是不是 所以有那個枕頭 然後又有這個眼罩 可以讓我好好的睡一覺的那種感覺 還不錯喔 它這邊寫潮流寶健眼罩 什麼是潮流 我就是潮流 不錯啦 我覺得 其實眼罩這東西真的滿重要 尤其是如果你是在坐飛機 或者是你出門的時候 就那種比較去旅行的時候呢 眼罩跟剛才的那個枕頭 其實說實在真的是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剛剛又有講到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除舊跟步行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包這個除舊的 除舊的小禮物 然後我們在開除舊之前 我想就先看一下它的卡片好了 說不定卡片是要最一開始念的也不一定 總之 我們看看Lindy有沒有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訊息 OK 然後這邊就是她寫的信 Dear阿倫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旅行途中也要好好放鬆And休息 行萬里路也要 所以要好好保養雙腳 可以和小米一起去 回到家也可以有新夥伴還可以看到三圓 果然這個就是三圓嗎 果然這個就是三圓嗎 把它留在飯店好了 不會啦 我會帶走… 我不會把它留在這邊 嚇死飯店 然後這邊還有說 祝新年堀花特在呀 然後開明星期待會 今年也請願意 OK 非常感謝三圓的 Tim的うまいTim所寄來的東西 非常感謝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一下這個 就是所謂的除舊的部分 然後這裡面 它這邊也有一張紙耶 這裡面寫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把壞心情 蘋果皮一起掰 壞心情跟蘋果皮 這兩個有什麼連結嗎 不知道 總之我們先打開來看看吧 除舊 感覺上它說讓腳休息 腳休息 所以說裡面應該是跟腳有關的 是這樣嗎 好 我們來看看 首先是第一個 削蘋果皮的機器 這怎麼覺得好像小時候在我家裡曾經看過類似的 這個東西的感覺 可是我這次我沒有買蘋果 等一下去買一顆蘋果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另外還有這兩瓶 等一下 這不是除舊嗎 這兩瓶是一直是放在家裡面放了很久的意思嗎 首先是髮顏體全身的清爽一瓶搞定 這個是Biolet Men's Biolet One 就是你洗頭 洗身體 洗臉 都可以用這一瓶來搞定 這個也不是業配 好像還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是 這個是全身的化妝水 這個還不錯喔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有時候 天氣可能有時候會比較乾燥 或者是比較保養之類 其實男生其實保養也是滿重要的 它這一款它是全身的保養 你就可以隨時像這樣 它有點淡淡的形象還滿不錯的 就是這樣子可以稍微的微保養 非常感謝喔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 實際的跟他們交換禮物的一個簡單的開箱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這次還滿開心的能夠聚集像這樣 這麼多的創作者一起來交換禮物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滿難得的一個體驗吧 然後也非常感謝うまい頻道呢 就是寄了這麼多可愛的東西給我 因為其實我還滿喜歡可愛的東西 只是因為家裡面比較小 所以說通常比較不會去買 但是看到這個還是有那種被療癒的感覺 非常感謝他們送我這麼多還滿不錯的東西 像是旅遊類的東西真的是 說實在對我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在這邊再次感謝うまい頻道喔 另外我所準備的一個禮物呢 我是寄到鐵牛跟挺挺的頻道去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他們頻道看一下 當然你們也可以去うまい頻道去看看 他們又是收到誰的禮物囉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再送完新的影片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 或者用最實的方式來支持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剛才有一個我忘記開了 就是這個我試好東西信封裡面呢 裡面有腳底按摩券兩張